受到肺炎疫情影响 民众不敢出国玩 不过在花莲玉里镇有一对年轻夫妻发挥了创意 在务农之余 跟合作耕种的农友 用了大卡车的内台来当作游泳圈 在灌溉农田的大海水沟里就玩起了泛舟 成了名副其实的农村版飘飘河 大卡车内台成了游泳圈 二话不说就往水里跳 大海水沟就是我的飘飘河 这群兴奋的大孩子其实都是花莲玉里的农友 在排水沟里大玩泛舟 遇到转弯处还能来个帅气的甩尾 网红小健健经常在网路上分享务农生活 今年因为肺炎疫情原本要带老婆出国游玩 现在计划泡汤 却意外在自家农田旁的大排水沟发现新天地 现在最喊玩的地方就在我们农田附近 你看这最艰难的滑水道 所以防疫期间记得带在家 认真看其实家里附近有意想不到的景点 大战最美的地方就在台湾 用银箱记录和农友一起玩乐的点点滴滴 农村小剧场的影片一po出 逗得网友开心 不过他也表示排水沟的深度只有到膝盖 小朋友千万要注意安全 也提醒大家防疫期间不要爬爬灶 照顾自己也保护别人 记者陈敬夜华联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